那麼我們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紹這個Motion Graphic的部分 各位如果你想要做動畫 應該網路上也看過很多人做動畫對不對 但是你覺得要做動畫難還是不難 應該蠻難的嘛 看人家做 你不要說幾分鐘啦 30秒鐘可能就要做好幾個小時 真的好幾天以上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6小時就要讓你變動畫設計師 這樣會很過分嗎 那其實現在工具是越來越簡單 應該說越來越方便 當然看你的需求 講求原創的我就會鼓勵各位 就去念念書吧 這樣會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你需要比較專精那些工具 可是今天如果比如說你是 我要做一個工作上 我需要用到 那各位現在其實你會來Maker這個創客基地 你應該都很清楚 現在都要跨領域結合嘛 你也許有一個領域很厲害 可是你要跨到另外一個領域 你要馬上就上手 而且又要做出來不陽春的 事實上也是有點困難耶 但是呢現在就是工具方便 所以如果你不講求原創的 其實有很多工具可以很快的協助我們完成 那我們就來先看一下這一個吧 這樣我也可以跟他結合在一起嘛 對不對 動畫設計師課程 我是課程小助理 因為你想看看你要做這個動作 如果你沒有學過 我怎麼畫畫 怎麼做動畫 應該有困難 對不對 那你一樣可以像我們 一樣就跟這個虛擬聖盆結合在一起 那另外我們往下看 這些就是我們今天 你會看到的一些範例 你要做類似像這樣 難不難 難不難 不用嘛 就按一下就好了 另外呢我們往下 這裡也是 這個要連過去 那不存在 好啦 沒關係 往下 有沒有 其實現在都很多範本 都很多範本 所以其實你只要套用就可以了 那這個呢 是比較像簡報式的 像下面這兩個是比較主於簡報式的 有 有沒有 這種心智圖式的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做互動的 只是我把它輸出成影片 這裡也有 這個是我們今天有一個主要軟體 Animize主要要做的 對不對 像我們現在一些科目的影片 是不是常常需要用這種方式 那這些呢其實都不會太難 都不會太難 那 下面這裡有一個心智圖 就是我針對我們這個課程 這個課程的部分有特別稍微寫一下 其實平常我 在規劃課程也好 在做這些 因為像我本身是做網站 所以我在規劃網站的時候 我也會用心智圖方式先 把一些概念先 離心處之後再來做 會像這樣 那麼 等一下呢我們還有一個 在OneNote裡面的話 各位真正看到的資料呢 你一進來是看到的訊息 在任務裡面是我們真正 要給各位的資料 給各位的資料在這邊 那麼如果你在右手邊這裡 我們有需要幾個軟體對不對 如果你回去之後 你想要在其他電腦裡面再用的話 你也可以從我們右手邊這裡下載 我有放在這邊 我幫你雲端一點 或直接點到它的官方網站去 所以這樣你要找就比較容易 那麼在這裡呢 我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科技大官員的 這個是那個 這個 這裡關掉 這裡已經打開了 這裡 這個科技大官員有一個叫做 百秒說科學 就是 像這種科普的動畫就像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很多 它有一個叫做 百秒說科學 那你就知道 一定要很短才 就要講完對不對 好比如說 我們看這一個 像這個就很著名了 2015年的 諾貝爾化學獎 好 但是 你看看它解釋的方法 你照來計算的人體細胞中 DNA總長可以從地球到太陽 來回繞250圈 即使被複製了這麼多次 再加上每分明秒都招收到磁外線 這樣有沒有比傳統的講法 你稍微接受一點點 對不對 DNA是由取羅 荷乾酸 和蟹飄零 鳥飄零 這幾個專有名字出來 你應該就想要關掉了吧 在一般的情況下 A和T配對 C和G配對 林達爾利用細菌的DNA 來尋找修復用的效果 細菌的DNA 跟人類的DNA相似 在化學上 DNA的第一個弱點就是 C很容易手滑弄掉戒指 沒有灰戒的束縛 一秒就解放了 去牽小3N1的手 如果不處理 下一次DNA複製時就會發生逐遍 林達爾覺得 細胞一定會有 對此問題的抓好機制 這個總統 這樣你應該有看連續續的感覺了 哈哈哈哈 就是用這種比較輕鬆的口吻 可是它是不是要搭配一些 適合的動畫去做說明 因為你用傳統的 我們很正真八百的 在課堂上這樣講的話 對大家來說應該是 就有點想 周公聊聊天嘛 那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科普的這個部分 其實它做的蠻不錯的 那這個呢 等一下 要麻煩大家進到這邊來 煙氣淺暖暖包的部分 今天也還符合嗎 還算有點冷 你把它打開 第一個 這裡 我們這邊呢 有幾個 就是要先跟各位 待會要跟各位做說明的 因為其實我們 要做動畫 有些基本的嘗試 你要先在這邊了解一下 好 那這個呢 我用另外一段